大家好,我是刘姐 每天抖音的私信,我都来不及回复 有的是到这里哭天喊娘的,出了问题,在问我 有的就各种各样的诉苦,不好意思 第一,因为我工作太忙了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一一的给你们去解答,去回复 因为很多的问题我没有遇到过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复你们 我只能叫你们去人力部 第二,我说过无数次了 我自己都听腻了 出国,不是出审 你们找的中介我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他们对你承诺了什么 或者是你们之间的协议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你们来到了新加坡 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去新加坡的人力部 去咨询,去投诉 还有一点我也说过 在新加坡,它即便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店面 它都是注册的是公司 因为在咱们内地,小店是个体工商户 所以你拿到他们单位简介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这个公司是什么时候注册成立的 然后是,如果是三年两年一年的那种小公司 你也要注意一点,对吧 如果是比较大型的 或者是年数比较久的 我想这样的公司能存在那么久 那它这个公司的效益一定很好 我敢这么说吧 在新加坡大型的公司 或者是连锁店 他们所有的法律法规 都是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程序来安排你的工作 给你假期 但是小店我是真的不敢说 尤其是我们 新移民的中国人过来开的那些小店啊什么的 我想应该很多人会摘在他们手里 我不是黑化自己的同胞 所以我能说的我都在视频里跟你们讲了 你们不要认为 哦,我出国了,我来到了新加坡 我是可以选择我想要的 或者是我自己随心所欲的去做什么 这个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也讲了 新加坡是世界上法律最严的国家 很多的法律法规也限制他们 本地人的同时也在限制着我们这些外来打工者 所以大家呢来到新加坡遇到问题遇到事情 不要冲动的去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一定要去人力部去咨询 还有我也讲了 不管你的老板多过分多严厉 然后你都要不要先动手 就是只能这样说了 我能知道的我会分享给你们 好像很多人问我这边的驾驶证 因为在在我们中国是什么 我知道什么大车小车的驾驶证 好像在这边呢 我前天才知道很搞笑的是 一号驾驶证是驾驶那个就是 残疾车的 二号驾驶证好像是电动车的 三号驾驶证是 什么呢 当时我也忘了 反正就是可能是小车的 四号驾驶证是什么什么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中巴车 就是那个大巴公交啊这一类的 哎呀我确实当时我听了我笑的不行 但是我具体的我是忘了 我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 不管去哪里就弄清楚会比较好 因为现在那个骗子也比较多 所以呢 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把你的钱收了 把你骗到新加坡了 因为小的公司他只是负责招工 然后把你交给新加坡这边中介 他们就不会太管你太多的事了 你到这边的事情他们不会管你了 这种是小中介就把你层层卖 卖给这个那个的 但是没办法 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上当 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相信他自己 他不愿意去相信别人 所以我我都说了 我一般的是其他中介出了问题呀 或者是咨询我这个那个什么 我我一概不回答 让他们自己去跟自己的中介去沟通吧 我说我也不认识你的中介对不对 到哪里一定要合法生存 合法打工 不要去异想天开 出外马上中大奖马上发大财了 是吧 这是我真心的